据说,分专题编散文,我们是史作俑者,而且这一思路,目前颇能为读者接受,这才真叫无心插流柳成英。 当初编这套丛书时,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,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,我们不管,并非故意清高或推卸责任,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玩儿票,不靠他赚名声,也不靠他发财。 最初的设想只是,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,装真好看的小说,可以送朋友,也可以搁在书架上,如今,书出的很多,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,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,随时欣赏把玩的,却极少。 好文章难得,不敢说也无遗嫌,也不敢说入选者皆自自诸击,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,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。 选家之事,说难就难,说易就易,这点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 记得那是1988年,春天,人民文学出版社,约我编《灵语堂散文集》,此前,我写过几篇关于灵氏的研究文章,编起来很容易,可就是没兴致,偶然说起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, 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,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。 这样,1988年春天,钱李群,黄子平和我三人又重新合作。 大热天,闷在老钱那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,先拟定体力,划分专题,再分头选文。 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,当即奇闻共欣赏。 不过,也淘汰了大批图有虚名的名作,开始以为遍地黄金,减不胜减,可沙里淘金一番才知道,好文章实在并不多,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,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。 开学以后,又泡图书馆,又翻旧期刊,到1989年春天,才初步编好,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,不想随意敷衍几句,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。 而这又是颇费斩酌的事,一开始是玩票,越做越认真,变成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,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,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。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,这迟到的礼物,最大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。 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,居然大动干戈,脸红耳赤了好几回,实在不够洒脱,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。 总有人问,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,就编了这几本小书值得吗? 我也说不清,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性质,不能老是计算成本和利润。 唯一有点遗憾的是,书出的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。 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,而其根本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。 从张太炎、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祁、贾平蛙,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。 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明初、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,目的是借此凸显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。 鲁迅说,五四文学发展中,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。 小品文的危机,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,稳中求变,守旧初心,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。 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,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,这点很有见地。 但如以散文为例,单讲输入的速写、随笔和复利通固然不够,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。 未经的清坛,唐墨的杂文,宋人的语录,还有唐宋八大家,乃至同城谬种选学妖孽,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。 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,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,五四时抬出美文的概念,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,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情和抒情。 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,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,却总归不是嫡系,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。 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,甜得发腻,或者借用徐志摩的画,浓得画不开。 至于学者是,种知识中趣味的舒淡的闲话,有点苦涩,有点清幽。 虽不大容易为入室未深的青年所欣赏,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,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慈藻,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。 这种雅致与潇洒,更多的是一种心态,一种学养,一种无以明知,但却能体会到的文化味。 比起小说,诗歌,戏剧来,散文,更将浑然天成,更难造假与敷衍,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,悟性与意趣。 因其技术性不强,很容易写,但很难写好,这是一种看似容易,成却难的文体。 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,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,分专题汇编成册。 一方面,是让读者体会到,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点册上,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,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,一种心态,一种习俗,一种生活方式。 另一方面,则是希望借词,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,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邪警,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,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。 当然,这只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,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,另外的读法。 在很多场合,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,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。 细心的读者,不难发现,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,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愤怒。 无意故作惊人之语,只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,再加上慢说文化这一特殊视角。 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,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,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唯一,取舍标准的散文选。 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,有锋芒,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慢说文化。 1992年9月8日,于北大。